恩 啊啊 Sad 兄弟们啊 快两点半了今天 睡得非常到位 好饿呀 起来搞点吃的吧 简单 洗漱一下 等会出去买一个沙县小吃 兄弟们今天吃沙县鸡腿饭 最经典的饭了 哎呀饿坏了 看今天的 跟前两天吃的鸭腿饭有什么区别 就是把鸭腿换成了鸡腿 这个鸡腿个头也不小 是一个琵琶腿 然后一个豆干 好饿呀 有点辣 特别香 鸡蛋 然后那个咸菜 嗯好吃 这个鸡腿饭是18块钱 上一次吃的鸭腿饭是19块钱 这一次我没有让他在大米上浇汤 原汁原味的大米很好吃 鸡腿饭我以前在南方的时候经常吃 基本上都是13块钱一份 卖的贵的地方也就15块钱一份 像我这样北京六环外的农村里边 还卖18块钱一份呢 不知道这个鸡腿饭在北京市区里边卖多少钱一份 卤鸡腿饭 特别香 就是以前在广东广西海南那边 骑行的时候 骑到中午有时候一两点了也没看见吃饭的地方 突然看见一个沙县小吃就会感觉特别亲切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有一次 就是从那个 海南陵水县 再去往三亚的路上 那一天翻了很多的山坡 然后推了很多的山 然后饿得不行了 最后终于看到一个 沙县鸡腿饭 哦那叫一个香哎 不知道在店里面吃有没有那个泡椒 那个泡椒更香 那个泡椒 有点辣 但是很好吃很开胃 嗯 来点小饮料 下次还是吃鸭腿饭吧 鸭腿比鸡腿大多了 就加一块钱 我知道兄弟们想说什么 但是 这鸡骨头也太少了 就一个 行了别啃这么干净了 晚上用那个鸡骨头做一个 鸡汤挂面 嘿嘿 嗯嗯嗯嗯嗯嗯 留着 鸡蛋 鸡蛋 嘿嘿嘿 美食 嗯 嗯 鸡蛋 兄弟们 红尾 馬上 一顿 难怪 五顿 music 好